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感谢您接受ICN的专访 我们刚刚看过您的电影 实际上就是我们第二次或第三次在看 但是还会哭 虽然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 但是您给我们的感觉是有一点没有压抑和要爆发的东西 您当时在拍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很压抑的 相反其实拍这个戏是我整个在演戏工作中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安逸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拍这个戏整个的过程更像是放假 或者养老 因为从一开始读到这个剧本 然后到开始进入角色 我的整个整个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进入到了一种非常缓慢的阶段 嗯 我在拍戏的时候真正认知到了 嗯 其实生命中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饭和走路 嗯 你说您当时还是有一种休假的状态 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确实是就觉得啊 你需要加一把劲 然后有情绪要爆发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 嗯 不仅是女性作者 同时也是女性导演 站在女性的视角表达女性的感受和态度 嗯 最初接这个剧本的时候 其实 嗯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的压力 因为我在演一个女性眼中的男人 啊 嗯 她 既要拥有 所有的缺点 又要能够在女性的幻想里 有把这些缺点变成优点的可能性 嗯 所以这个 嗯 这个 很难 其实有的时候想想 这个人是好是坏 是另外一个人感受出来的 并不是这个人的变化 是 但是我们真心有觉得 您可能是有一种 身上带着一点苍老的味道 我是觉得可能是通过胡子和头发来体现出来的 实际上您46岁在男人里面 还是正当年特别好的一个时候 为什么身上就是还带着一点 您刻意留的这种苍苍对吗 嗯 你要相信你的观察力和判断 我确实已经开始苍老了 并且这种苍老不是在最近才开始的 早在20年前我已经开始 嗯 发现了这种心理和生理的过程 并且我在享受这个过程 嗯嗯 那我知道您在在职业发展中 其实有做过餐馆啊 然后做过歌手 是 其实呃也就是说做演员 做一个好的演员 不是您最开始就设定的职业目标 对吗 嗯 嗯 其实我是一个在从小到大 嗯 不管是在青年阶段 还是在呃 少年时候上学的时候 呃无数人问过这个问题 呃 每次回答这个问题或多或少的 都是因为呃 呃 想让别人舒服 我自己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呃 愿望的人 呃 没有目标 没有愿望 呃 我我我做过很多的事情 不是因为呃 我贪婪我想做 是因为我每件事情都没做好 所以得不停的换 呃 其实感谢上苍有了这么一份做白日梦的工作 让我可以养家 呃 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不知道别人 嗯 可能别人会说 人不应该这样 但我确确实实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也不能骗我的孩子 我确实是一个没有目标 呃 对任何事情不抱太大希望的人 呃 呃 走到今天我以为是缘分和角色决定 不是我自己的意愿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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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